据台湾联合报报道 最近台美勾连动作频频 所谓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 下周将再度窜访台湾地区 这是罗森伯格三个月内第二度窜台 据台美报道 罗森伯格下周将抵达台湾 与蔡英文 赖清德 肖美琴 台立法机构及政党顶袖会面 当天还将拜会国民党中央 第二天赴台立法机构与韩国瑜会面 同时也将安排拜会台湾民众党 这也将是罗森伯格首次访问 由国民党占多数的台立法机构 今年1月 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第二天罗森伯格窜台 现在还不到赖清德520就职典礼 罗森伯格又要窜访 知情人士透露 白宫和国务院要求罗森伯格再跑一趟 推测是关注赖清德的就职演说内容 及未来政策立场 另一方面 台立法机构由国民党拿下多数 美方也关切台湾的防卫政策 其预算是否能顺利到位 因此有必要了解台立法机构 及各政党最新状况 中国国民党机民代陈玉珍也表示 罗森伯格的访问 可能与赖清德的就职演说内容有关 陈玉珍表示 在美中关系紧张的背景下 尽管美中之间存在竞争 但双方仍保持密切沟通渠道 美国不希望在当前全球已有俄乌和巴以 两场冲突的紧张情况下 再出现新的冲突点 另外 针对台海军司令 将于下周访问美国 讨论海军合作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表示 中方坚决反对美台军事勾连 中方坚决反对美台军事勾连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中方敦促美方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 和有关问题的严重危害性 将所做的承诺落到实处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立即停止美台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 不向台独分裂势力 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相关问题 我们来请教台北时事评论员谢之传 谢先生 您好 所谓美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 三个月内两度窜台 有舆论认为正是因为 美国对赖清德不放心 对此您怎么看 那么美国人的话 赖清德会听多少呢 罗森伯格来台湾 大概是创下了很多的记录 选举期间 前前后后来了三次 表示台海的安全稳定 对美国的总统大选 影响非常大 所以罗森伯格才频频来台湾 主要是看看台湾各党派候选人的想法 但是选后罗森伯格又急忙忙的要来 因为520逼近 赖清德即将发表就职演说 相信罗森伯格来是要了解 赖清德的就职演说 大概会讲怎样的话 美国人这一关如果过不了的话 我相信那一篇就职演说是不会过关的 罗森伯格来代表的是美国的立场 在美国总统选举期间 台海不要声势 这个是美国人最大的期望 尤其是520 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 赖清德如果说讲错话 或者是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那么台海注定声势 台海声势就会影响到 美国人不能专心他们的总统大选 那至于赖清德 要不要听美国人的话 这个道理也是非常的简单 尤其是现在民进党 简直是抱着美国人的大腿 以美谋独 所以他们的立场才会那么的强硬 他如果不听 那他就是自取灭亡 民进党人这些政客都非常的聪明 台美关系好 他们就可以做大内宣 尤其是把罗森伯格招待好 让他开开心心的来快快乐乐的走 在媒体上这么一秀 他的支持者就会更相信 台美关系非常的好 所以罗森伯格讲什么话 赖清德一定是言听计从 好的感谢谢先生的点评